各位牧长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收看普世丰盛合场快讯栏目 此栏目将本中心在世界各地的福音合场所做的各种事工动态 做及时的报道 盼望借着你们的关注、订阅、转发 能祝福更多的人 也在这当中与我们一起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本月初青迈华人基督教会展开一次特殊的慈善活动 将耶稣基督的爱带给了泰缅边境的这些难民里面的年甸难民 请看来自青迈华人基督教会的报道 3月4日 普世丰盛东南亚宣教枢纽的泰国青迈华人教会 展开了一次特殊的慈善行动 前往于缅甸的国界持有两三公里距离的缅甸难民 为当地的难民带去耶稣基督的爱 青迈华人教会带来的食物、药品和旧衣物等物资 在难民营内进行奔发 据了解这里共有27个缅甸家庭 约100多人生活在这里 在进出联合国托管的难民区之前 队员们必须接受远景的严格检查 这个难民营主要是为了缅甸克伦族提供庇护 曾有高达30万人居住于此 通过了检查 短宣队员们来到了这个由众教会原建的儿童中心 这个儿童中心主要为缅甸难民的儿童提供教育和照料 中心里有120多名学生 老师也是来自缅甸难民营的 学校的建设和日常维护 由基金会提供支援 而学生们的食品供应也完全依赖慈善捐助 教会成员们还为孩子们带来了一些小礼物 如玩具水枪 希望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快乐和欢乐 清迈华人基督教这次短宣活动 不仅为当地的难民营带来了实际的援助 也展现了泰国清迈华人教会的关心和爱心 求神祝福清迈华人教会在当地的宣教事工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YouTube 和Instagram、Facebook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